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头巨角 BBC今天登了一篇文章 它说世界上有60个人患有极其罕见的一种疾病 这种疾病叫什么呢 它描写了一个27岁的澳大利亚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可以记起她在大概是四个月到现在27岁的年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那就很吓人了 他说这种疾病从来没有见过 很少 他说最近发现了新病 然后他描述 他说能记忆到什么份上 而这个女孩 这个27岁的女孩 当她 采访者要求她说你记住一下你当时四个月的时候是什么样 他就能讲在四个月时某天他母亲怎么喂他奶 他当时是什么样 他当时什么感受 他描绘的非常清楚 然后说在五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是什么什么当时是几点发生的周围有什么什么 震惊了据说震惊了相当医学界里面的精神科医生跟心理医生 就是把他们其实是把他们当成精神病 他说这是一种自闭 对他讲说有这种问题的人呢 有这种特殊记忆的人呢 他他也讲是一种超能力 但同时这些人是有一种自闭症 自闭症是现在说的 对不对 自闭症很多他这些他就讲说 这个人生活在自己的某种氛围中 他跟周围人没有交流 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 就是挺悲剧的 我只能讲挺悲剧的 那这个这个人甚至就这个27岁这个人可以知道自己的梦境 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我在节目中跟大家说 我说做梦是人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们都是生命中的一部分 做梦的时候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一边睡着了 对不对 我们把它叫做梦 那当我们这边睡着了 我们把它叫做梦的时候 那只不过是以我们为中心 我们现在为中心去说人家 同样的道理 那个人可以记述那一切 在他的思想中 在他脑海中 现在的人 现在的人医生站在这个吃喝拉撒碎的角度 非说那个是有病的 没准人家那是以他生命的另外一份真实 一句话 时间是个神 是指我们这层空间 刚才那个医生对他们的描绘也是指这一层空间 时间控制下的一切 如果那个所谓有病的人 他用自己的灵魂去看问题 可能是啊 因为我也没接触过这人 我只能看他的介绍 他生活在自己灵魂层面的话 他超越这个时间 所以他当你超越时间的时候 自己就知道他过去 也知道他的未来 人本来就是不死的 也就是说 他可以用我们通常说的灵魂转 这个轮回转世的那一面的生命部分 去与现在沟通 就这么点事 他就去 在我眼睛里 他就具备这个能力 那这就意味着对生命的本身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本身的考验 而让我感觉 让我体会 因为在BBC报道讲 就叫超强的自我记忆能力 他就这么说的 超强的自我记忆能力 所带来的烦恼 因为他 别的人不行就他行 那可不是这事就不好办了 对不对 18年前你给他一块糖 他跟你说 现在18年后 说当时你给那块糖 你是这么给的 我怎么吃的 然后你喂了什么 你当时什么目的 想逗我玩 想给我骗走 那块糖把女孩领走了 是妈经常跟女儿说的 别人说 你给块糖 你给带走 那你当然他 他就当成一种病了 那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倒觉得很应景 现在的状况 就是说 生命的探讨 生命的真实 真的 生命的探讨和生命的真实 所以也应对了陈希 新的中组部部长 说什么样的干部不能用 不信马力 不信鬼神 信大师的 这不能用 对吧 后来我那期节目 我说开玩笑 我说那没关系 你爹妈死的时候 你烧不烧纸钱 小燕吗你 你爹妈死的时候 烧不烧纸钱 开玩笑 但是呢 人陈希说那个呢 是指共产党员 共产党的干部 那共产党的干部 我们说共产党 其实就是邪教 所以他说了那些 所有那些东西 给我讲 给我想想 对啊 你信了共产党 就不能信人的东西 不开玩笑 你信了共产党 也就更不能信 任何其他的信仰 这是不二法门的 你信天主教 你能信基督吗 你信基督 能够再信这个佛教 谁都不干的 佛教里头都不 佛教里头 那你信什么禅宗的 信这个 信什么华言的 他也不能让你串着来啊 谁都明白这道理 对不对 否则的话 你看基督徒 为什么强调他的正确性 然后埋在别的 那别的呢 也说强调他的正确性 一个道理的 所以共产党是邪教 真正邪教 陈希的话自己说出来 那而今天登了一篇 文章说陈希有可能成为政治教父 新时代的政治教父 那这个挺特别 因为陈希呢 营造了整个叫清华系 他指的是清华大学 他指的是清华大学 那这篇文章的来处呢 是香港的这个东方日报 但里面他披露了一些内容 我觉得就更有趣了 新进政治局委员 中组部长陈希写文章 提到了今后选拔干部的政治标准 就是我刚才说那个 他说这一直藏在幕后的习近平的人事布局的操盘手 政治能量 政治能量应该不可小视 很可能成为未来三十年的中共政坛的新教父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三十年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三十年 但他对比的是这个 他把他对比成这个曾庆红了 还提到64岁的陈希 是习近平清华大学的同学 睡在下铺的兄弟 他们俩是一个室友 两个人联系了大概四十年 所以大家要注意 陈希是他的大学同学 这个栗战书和这个王岐山 都是在他生活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的朋友 而刘鹤呢是他小学同学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 就是他用的用的人完全是跟他直接相关的 所以有谈到一些帮派底细的时候 我觉得也蛮蛮有趣的那种说法 然后大学毕业后 习近平当兵 那陈希一直留在清华 但是呢据说两个人相互帮助 习近平攻读北清华大学博士学位 就是由当时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牵下拉脚了 习近平到清华读博士后 是陈希帮忙 那陈希能够成为中组部部长 是习近平帮忙 就这么回事 主政浙江期间 当时呢 这个说 在浙江里面有很多清华毕业的 清华毕业 政治局 习近平成为政治局常委之后 就曾经第一个享用的是陈希 据说当时提名陈希任教育部副部长 希望能够接任教育部部长 他的意思就是希望能够陈希呢 很早进入部级 就正部级层面 中共的官是一级一级的嘛 那他不进入这个层面 他后面就不好办嘛 结果却遭到了当时的李源潮的打击 忘了李源潮当时是不是中组部部长 如果进入政治局常委 这书是指的08年09年 他07年进入政治局常委的 习近平 那个时候李源潮是不是中组部部长 可能是 我忘了 他说遭到李源潮和令计划的打压 那我不知道令计划怎么能掺上 但是李源潮作为中组部的话 那是可以的 那是可以的 习近平设想落空 不得不将陈希转到辽宁 希望在辽宁解决正部级的岗位的问题 但是也没能如愿 一年后习近平将陈希调到中国科协任党组书记 才使得他在退休前获得正部级的正部级的部长的职位 从而延长了他的政治生命 所以中共的官场是有一个年龄限制的 所以这个年龄限制跟他的官位相匹配的 所以当你达到这个官位 你就可以多当几天官 达不到他就做不了 所以这里面这句话说的就很奇怪 大家知道了 其实在这里面 无意中他披露一个问题 就是习近平在用人的时候有问题 他为了用把这个人提上来 他到处给他安官 就为了延长他的政治年龄 你明白的人一看就是这个 这是有问题 你骂别人你也是一样的 所以中共的体制就是笑话了 陈希五年内转换了三个地方 也折射出李源潮跟令计划 对习近平和陈希的防范是何等的甚年 他没有佐证那个消息怎么来 他直接这么报 所以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 李源潮出事可能就跟这有关 习近平掌握大权 迅速安排陈希为中组部常务副部长 同时将李源潮时代的中组部的副部长 全都打掉 重组工作路线 人事大权转给了陈希 那是 陈希担任清华大学的党组书记 如今又掌握组织人权 组织人事权 所以很可能要打造强大的清华系 那除了陈希之外 原来的胡和平 陈杰宁 现在都居要职 这都是从清华过来的 一个担任陕西省委书记 一个担任北京市长 三个人形成梯队 那在中共政坛将产生巨大影响 习近平用了三个清华的人 相当于盘活了清华系 他知道在中共政坛当中 讲究师生之间的关系 陈希担任 现在担任中共未来接班人的培养选拔 在这个背景之下 他说相信一大批70后80后的清华学生 将脱颖而冲 他说目前清华大学的一批博士 正在中国市县一级的 这个层面的官位在担任要职 年轻活力 毕业于最高学府 熟悉国情 再加上老书记们的这种援助 所以前途一片光明 所以这里他讲的主要是涉及到三个人 涉及到现在的陈杰宁 北京市长 胡和平 陕西省委书记 再加上他 陈希自己 所以他讲说 可能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把打造整个清华系 他说在中共政坛 称得上政治教父的不多 其实政治教父恐怕只有曾庆红吧 那曾庆红在当年 在辅佐江泽民利用权势 打造了整个上海帮 影响政坛20年 进而成为政治教父 那陈希将在习近平的支持下 打造出一个清华系 为后来30年营造一种政治教父 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后30年 讲习近平能当30年 那有可能 但是他这个说法讲出了 我以为里面很大的看点就是 李源潮为什么出事 那跟习近平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看点 远远胜过所谓的清华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